那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这个程度也不是那么太过于的深入 因为甚至肯定是不会到那种 揭开盖头 甚至把你的头皮也揭开 看看你的头盖骨那种程度了 真的就只是揭开盖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Couting的鞋成 以及它当时设计的一些思路 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主要就是先从一篇小学的课文开始 小时候我们都小学的时候 我们学过一篇课文 它叫做统筹方法 是由华拉庚老先生 这个老师老爷爷了 华拉庚爷爷来写了一个高校的 做事的一个方法 他当时的一个场景 就是讲我们想泡壶茶喝 然后但是我们开始没有 水壶还要洗 然后呢 茶壶水杯也要洗 那火已经烧好了 那茶也也有了 那我们怎么去办呢 怎么去执行这一个过程呢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烧水它是一个耗时的一个长期的时间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我们是有很多的方法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内容呢 然后我们的第一种方案呢 就是啊 我们类似于一种顺序执行的同步顺序执行的方法 我们开始就先洗水壶 然后洗完水壶我们就洗茶杯 接着洗茶壶 洗茶壶 洗茶杯 然后拿我们的茶叶 然后呢 就把水灌好 就开始烧水 然后坐在那一直等 坐等水开 等了很长的时间水终于烧好了 我们把我们的茶就泡上 就开始喝茶 这样的一个关的过程 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长的 它是个顺序执行的一个过程 那使用了华勒庚老爷爷 他所倡导的统筹方法呢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灌水烧水的这个过程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耗时操作 我们没有必要一直在 在过程中一直等下去 无所事事 我们就可以先洗水壶 然后我们开始烧水灌水 在烧水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去洗我们的茶壶 茶杯 然后拿茶叶 然后坐等水超开 然后我们就把 就开始可以泡茶去喝茶了 这样的时间呢 是远远的小于 我们刚才用的一种顺序执行的方式的 这也是我们所经常会用到的这种 异步的方法 它在效率上会远远大优 有时候啊往往会大于我们那种同步执行的方法 就是我们常见说的一个异步问题 那我们说到这个异步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处理异步问题的方法是有哪些呢 首先呢就是一种我们常见的一种callback这种方式啊 那callback它的好处就是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然后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它可能会遇到在其中一个callback中 回掉另外一个callback 然后久而久之甚至可能更多的callback 都是有可能是存在的 然后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叫什么callback低域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就导致啊 导致的问题就是代码间的前套层次太深了 啊逻辑非常的复杂 让我们看也看不懂 然后维护也维护不了 这并不是我们有一个能够看到的一种好的一种编程的一个方式和习惯的里头 因为我们代码都看不懂我们怎么去维护呢 怎么去改呢 是吧 那后来我们就用到了这种RXJava的系列啊 它可以缓解这种多层迁套中毁掉这种模式 然后像例如像这种RXJava这种东西 然后RXJava它有非常丰富的这种那个操作服务 然后再结合这个Observable与那个Subscribable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一步迁套回到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他写出来的代码 就一定有点接近于我们这种顺序代码书写的这种方式了 但是他对于这种方式来说 他的这种使用成本就非常的高 然后你必须对他对他中间的很多的操作服务要非常的了解 并别在使用过程中是滥用或者是过度的去使用 然后自然它的复杂度就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了 那有没有一种方式呢 去是可以能够去 既能够让我们用这种同步的这种方式 写法去简单的去进行一个书写 也能够然后就非常方便的去处理这种一步的这种毁掉呢 那大家就可以提出这种写成的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写成它的这个英文名字 英文的这个单词叫coroutines 然后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合成词吧 前面这个coo call 它其实相当于意思就是说我们的cooperation是一个写作的意思 而后面这个routines呢 它的意思就相当于是一个functions 代表我们很多的函数 它合在一起呢 它的意思就是讲的是互相协作的一种 这些互相协作的函数 它强调的是函数间的一种互相的一种协作 那什么是这种函数之间的互相的协作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讲一下这个函数之间的这种协作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一个方式A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 有一个万语句 然后很多的一些场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方式B 它里面的情况是跟方式A是相同的 当我们去执行这个方式A的时候 给它传进一个1的一个参数 我们就看到这个语句 它就会先执行taskA1 然后接着就会跳到方式B里面去执行啊 方式B里面的这个taskB1 然后就开始执行 又跳回来我们的taskA里面啊 执行taskA2 然后下是taskB2 taskA3 taskB3 taskA4 然后taskB4执行完成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线程里面 然后交替的去执行不同的这种方式里面的语句 互相去执行的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去 当然我们刚才那种方式是我们手动写了一些函数之间的一些调用 来给大家去讲解这个函数之间的这种协同工作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是使用了那如果我们是使用了协程的话就可以也不需要使用这种WAN呀或者是switch呀 然后这种语句来做了然后协程就帮我们去处理这些事情了 然后方法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替的这种啊进行呢运行呢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利用我们这个线程资源的然后避免出现线程的这种闲置 而且啊而且他我们看到他是在线程里面的啊不像我们之间的线程之间的调用线程之间的调用是需要操作系统来管理的 所以他的开销是非常小的 然后协程又可以是我们用同步顺序执行的方式来编写我们的一个逆步的代码 然后呢所以说协程特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运行的时候多个函数交替执行可以避免线程的一个闲置 可以提高线程的利用的效率 然后还可以通过编写同步顺序执行的代码实现我们的一个逆步的操作 然后协程由是由用户程序负责管理的 而线程是由操作系统负责管理的 所以他开销就会非常的小 然后总之呢协程就使得编写逆步多任务代码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当然了协程他并不是用来替代线程的 他更像是一种管理线程的一种框架 就是如何更高效的利用线程 然后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在这些之前讲的都是对协程的一些介绍 让大家对协程有一个理解 那在Cotlin它这个里面呢 它的标准库里面其实是只提供了一些协程的API的一些简单的API 然后让我们使我们的使用者通过这些API来创建一些简单的协程 像我们可以说就是在Cotlin的标准库中是有一些协程的基础设施的API 但是然后这些基础设施呢就有点像我们的乐高里面这些普通的一个基础模块一样 我们用这种基础设施API就可以构建出我们上层的很多的这种符合的协程 来实现我们一个负责的和复杂的一个框架 然后像Cotlin官方提供的我们常用的这种协程的依赖库 很多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它里面的依赖库了 而没有直接使用我们的最底层的这种基础设施 也是它相当于Cotlin官方对基础设施的一个封装是让我们用起来更加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下来就看一下到Cotlin的标准库里面到底是提供了哪些这种基础设施呢 首先是这个创建协程的创建和启动这个方面的内容 它提供了相当于是两组比较相似的这种启动的这种函数 像第一个就是create croutines还有start croutines 这两个区别在哪呢 create croutines它是意思说我会立即创建一个县程 而且是拿到这个县程的一个实力的 创建一个鞋程拿到这个鞋程的一个continuation的这样一个实力 而底下这个start croutines它是相当于创建出这个鞋程之后 立即就执行了 而在下面这两个呢 我们看到他们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面的话是多了一个receiver 相当于这个接收器receiver 然后其实这个receiver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作用域的一个作用 它是对这个鞋程的执行体里面做一些限制的 这是他们的一些作用 然后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看一下这几个啊 api到底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像第一个啊 这个create croutines这样的一个啊方法这个函数啊 然后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橙色这个线标出来一个部分 susband标记的它是一个啊相当于是这个鞋程的一个执行体 就鞋程鞋程里面执行的内容呢 就是在我们susband里面这个背包里头的 然后下面这个用红线圈出来的内容呢啊 是指的是啊我们这个鞋程执行完之后做的一个毁掉的一个内容啊 然后到我们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create croutines嘛 它是相当于不会是创建只是一个创建 不会直接立马是直接运行的 所以我们呢是要拿到这个continuation这样的一个实例 然后执行它的resume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运行触发这个鞋程的执行体的一个执行的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针对这个下面这个啊下面两个方法 就是带这种reserver相当于这个啊 作用域的这种这个基础的API的话 我们去怎么去用呢 对于这种API我们直接用好像没办法不太好用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封装一下啊 像这个啊 launch quoting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啊 简化鞋程创建和启动的一个一个事情 把它封装了一下 然后呢在我们在勾造鞋程的时候呢啊 通常会把而且我们对于这种做法啊 通常会把这种类似的功能这种函数 就称为一个鞋程的一个啊构造器 那大家要注意啊 它跟类的构造器是不一样的 它只是为了方便我们使用鞋程的时候 做一层的装装 啊然后我们在执行我们这个launch quoting的时候呢 我们传多传进了一个reserver啊 一个作用域 那我们之前是自定义的一个啊 producer scope这样的一个作用域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在那个producer scope里面 我们定义了produce的一个啊挂起的函数 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launch quoting的这个啊 回啊就像这个执行的协生的执行体里面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刚才在这个scope里面定义的这些函数 直接使用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啊 它里面除了这个produce啊 就在我们之前的作用域中啊 定义的挂起函数可以直接使用之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在这个作用域外部定义的这种挂起函数 就像这个delay 我们是在没并没有在这个producer scope里面定义的 是在我们外部定义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执行体里面也是可以直接去执行的 那我们之前说过这个scope是用来做一个啊 作用域的一个限制的 那我们如果不想让它在里面去执行我们外部定义的这种挂起函数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加个注解 加一个restrict suspension这样的一个注解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对于里面啊我们的啊执行体里面的话就只能是使用我们在作用域里面定义的这种挂起函数了 像delay这种外部的挂起函数我们就不能使用了 我们执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报错的一个情况 啊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呢就可以避免在特定的场景下啊然后创建的携程中进行一些危险的挂起函数的一种调用 和避免我们的一些误操作 然后前面讲到一个创建和执行对吧 我们还要讲到这个函数的一个挂起 其实Cotlin鞋成的挂起和恢复在本质上呢就是挂起函数的挂起和恢复 然后挂起函数我们是用这个supend的关键字来修饰的 然后挂起函数呢只能在鞋成体或者其他的挂起函数内部进行一个调用 然后我们这里所写的像supend的方式一零一它是与普通的函数是一样的可以进行一个同步返回的 然后像我们家下面写的这个supend的方式零二段中使用的这种啊 supend的固定然后这个范形然后它是来获取当前啊挂起函数所在的斜程的一个continuation 然后实例是然后作为一个参数将挂起函数当成义部函数来进行一个处理的 然后它创建了一个它在过程中呢创建了一个新的现场来执行continuation的resume位置函数 然后因此呢所以这个携程调用supend的方式零二的时候呢就会进入一个挂起的状态 直到一个结果的返回 所以说我们携程的挂起就是啊程序流程发生这种义部调用的时候呢 当前的流程的执行状态就会进入这种等待的一个状态了 当然那个挂起函数不是说你定义它是挂起函数的话 它就一定会真的挂起的啊 它是根据当时运行的一个情况 只有当那个现成快程切换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这种挂起的状态 这里涉及到一种机制啊 大家俗称叫做一个cps这样一个机制 就是说每一个spend修饰的方法或者是这种lambda的表达式 都会在代码调用的时候呢 为其他为它呢去额外的添加一个continuation这样类型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就是当我们像类似于我们这个fate里面定义一个接口 调用的一个请求接口的时候 我们像前面讲的这个newsget里面 然后当我们对这个suspend就是挂起函数做一个cps变换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这个参数里面 公认给我们就加了一个这个continuation这样的一个类型啊 类型的一个参数进去了 然后经过转换之后呢 就是原有的这个返回的类型的这个newsresponse就被添加到一个新增的这个continuation的参数中了 同时我们这个返回就返回了一个any这样的一个类型 这any在colin中是比较特殊的啊 它可以代表一个任意的一个类型啊 就当这个挂起的函数被协成挂起的时候呢 它会返回一个特殊的标识 叫做那个croutine suspend这样的一个标识 而它本质就是一个any类型的 然后当这个协成不挂起进行执行的时候呢 它的返回呢 其实就会返回我们执行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返回一个引发的一个异常 然后为了就把这几种情况都进行一个支持 所以使用了这个culting独特有的这个any 带个问号这样一个类型啊 然后像continuation中的这个resume width 是用来就唤醒挂起的协成的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协成在执行过程中 为了防止阻塞吧 使用了一种挂起的这种特性 一旦这个协成内部的这个逻辑执行完毕之后呢 就是通过该这种方法来换起这个协成的 让它在之前挂起的位置就能够继续的执行下去 然后所以每一个被那个span的修饰的函数 都会获取上层的这种continuation 并将它呢作为参数传递给自己 既然是从上层传递过来的 那么这个continuation到底是由谁来创建的呢 那其实呢 这continuation呢就是与协成创建的时候 它是一块创建出来的 简单的理解就是啊 协成使用这个resume with 传递这个传统的callback 就是callback这个形式了 然后每一个协成程序的创建 都会伴随这个continuation的一种存在的 我们看到啊这个continuation它是一个接口的 它除了这个啊 resume with 函数是用来控制这个流程的异常的 异步的返回以外呢 还有一个contest这样一个上下文的属性 然后它这个协成的这个上下文它包含的是啊 用户定义的一些数据的一个集合 然后这些数据与协成是密切相关的啊 它它的使用上它类似于一种map 它可能在这种数据结构上可能不是map 但是使用上感觉就跟map比较类似 是可以通过这个key来获取不同类型的一个数据的 然后这个斜程的这个啊 这个斜程的啊上下文呢 啊每一个可口如挺这个context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一个key 然后其中的类型呢 它就是一个element的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啊对应的key 来获取对应的一个具体一个对象了 然后除了一个除了这些接口以外啊 它还提供了一个抽象的类 然后我们可以使我们这个方非常方便的来实现 这个斜程的上下文的元素 然后创建元素的时候 然后只需要提供对应的key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块实现了一个 coaching name这样的一个元素对吧 然后它可以用来为斜程绑定一个名字 然后还有一个啊 coaching exception handler 它可以让我们在启动鞋程的时候 加入一个统一的异常处理器 这都是两个啊 上下文元素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定义好的这些元素 加到我们这个鞋程的上下文中 然后再把定义好的这个上下文 复给啊 执行这些作为完成时回掉的continuation实例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上下文 加到我们的鞋程里面了 然后鞋程内部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局的属性 continue啊 conroutine context啊 啊这个啊 coutlin这个鞋程标准构用这个api来获取当前鞋程的上下文 然后再获取啊 conroutine context中的元素的时候呢 啊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个盘空的情况 啊他万一取得是没有就会出现一些啊包挫啊 啊然后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啊 最用的调用啊 这块代码设例只给了一些关键的部分 相当像这个啊 啊 continuation啊 啊 interceptor 它继承于这个啊 啊 coroutine context element 所以它也是这个啊 啊 coroutine context 所以呢 它同时还提供了啊 intercept continuation这个方法 然后定义拦截器呢 我们只需要实现拦截器的这个接口啊 并添加到对应的鞋程的上下文中就可以了 然后拦截器它的关键这个函数啊 就是这个intercept continuation啊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返回一个啊 新的continuation这个实例 然后我们在这个类似我们写这个实例啊 log continuation的啊 removies中 然后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打印 然后接下来设置到这个上下文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是我们这个运行我们的实例 得出一个结果 看到我们在这个运行rezoom的前前后 都会打印出一些我们给它这拦截出来的一些内容 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啊 鞋程器就除了我们打印日志以外啊 然后拦截器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作用啊 其实我们在拦截器中经常做的一些事就是啊 线程之间的一个切换 可能在我们日后这种鞋程的调度中可能就是类似于用这种拦截器来进行做的 以上呢就讲讲了这是我们在这个鞋程的标准库中 他提供了我们哪些啊基础实施的API 然后让我们可以构建一些简单的一些鞋程 那我们要用的这个鞋程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的话 那肯定是需要进行再进行一些合理化的一些封装 然后提供很多更方便的一种方法 然后我们用的能够更加顺畅一些 然后他有像这种这种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啊 使用简单的鞋程构造出这种框架层面的符合鞋程 这种符合的鞋程像我们乐标一样 用这种基础的块 拼出可能多彩多样的一些世界出来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理解去构造各种各样的这种鞋程的框架的 那我们实现这种符合鞋程的时候 到底要考虑哪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首先是鞋程的一个构造器吧 就是说在我们在创建鞋程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套更加便捷的API 就类似于鞋程他这个官方提供的依赖库里面 什么安Sync这样的一些 浪尺这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鞋程的这种返回值 然后鞋程他可能是有返回值的 那可以通过鞋程完成的时候 对这种来审的调用来进行实现的 然后鞋程他也应该也是有状态的 对吧进行一个状态的管理 然后在靠近的一个简单的鞋程中呢 鞋程本身就是已经存在了创建执行 挂起完成的状态 但是我们通常还需要对这些状态进行一个管理 来控制这个鞋程逻辑的执行了 也可以说这个复杂 符合鞋程的实现 基本上就是确定事件输入和状态流转的一个过程 然后此外如果说存在并发情况下 这种状态流转时夹锁来实现 也可以采用跟高效的一些算法 保来保持它的一个原子性 那鞋程还是需要有一个作用域嘛 那使用作用域就可以使用鞋程这个执行体方便的 获得一些自身的信息或者是专属的函数 或者做一些限制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内容 就是我们在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开发中最常用的一个官方的鞋程框架的依赖库 就是Cotlin 应该是CotlinX 少写了X CotlinX CotlinX 这样依赖库 然后他这种官方提供的依赖库呢 就是对这个Cotlin鞋程 然后进行了一些异步调用时的逻辑的一个优化 然后这个框架就非常的复杂 而且是很大的一个框架了 所以很多同学在学习这个框架的时候也是碰到了很多的一个困难 那我们就现在就尝试一下 尝试用呃刚才提供一些基础性的这种API 那我们试着尝试去啊 构建一个简单的一个写程一个框架 到底是怎么去做呢 那这块我们刚开始就可以想到我们想方便的使用鞋程啊 就像有点像啊 在加瓦里面 他定义了一个非常明确定的一个thread 就是线程这样一个类来描述这个线程对吧 但是在这个Cotlin官方里面呢 他是没有把这个鞋程对应的类型明确的放到标准库中的 而是选刚才像我们看到那样选择啊 提供了一些构建简单鞋程的一些基础设施 那我们就为了方便我们自己的使用呢 我们就可以仿照啊 加瓦的thread的类型的API来呃的API的设计呢 来创建一个啊鞋程对应的描述来啊 就像那个官方 他的鞋程框架中的那个做法 就叫做这个drop我们给他起门也叫做个drop 然后在这个类中我们就提供了一些API来控制鞋程的执行 然后这些API呢就可以降低鞋程的一些管理的成本 然后跟thread一样我们可以有这个drawn的函数 定用的时候呢他会挂起鞋程直到鞋程的完成 但是线程里面这个drawn他是会阻塞线程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提供这个cancel函数来用来取消鞋程 类似于thread里面的啊interrupt方法 然后还有这种提供这个啊 is active可以用来检查鞋程是否啊 仍在执行 类似于thread里面的is live方法 然后k呢k是用来保存这个鞋程的drop实力的 那方便其他鞋程内部进行一个调用 还有invoke on cancel 这可以用来注册一个当鞋程被取消的时候出发的一个毁调 然后invoke on呃 comulation吧 可以用来注册一个当鞋程完成时出发的一个毁调了 那review啊review我是用来移除这些毁调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为这个呃 鞋程的描述列提供这样一些API 然后除了我们定义刚才这些啊方面 我们使用的API 我们还要去定义鞋程的一些简单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鞋程这个进行封装的话啊 如果能够想让那鞋程的这种状态管理更加方便 你就需要听他对对一个状态进行一个管理 然后我们现在就定义了相当于定义了三种主要状态吧 就当鞋程启动之后主要状态就是有这种未完成已经取消 还有已完成这三种状态 然后接下我们下面这个啊in complete 然后这个状态呢就指的是鞋程启动之后就会直接进到这个状态里头 然后进入这个直到完成或者取消 直到他这个状态一个变换 然后那个canceling呢 他是指的是鞋程执行中被取消了之后 就会进入到这个状态了 然后进入这个状态里面呢就要等待这个鞋程体内部的挂器 函数调用来响应本次这个取消的事件 那如果响应了呢就是鞋程就成功的取消了 然后呢如果说啊 他没有没有响应 只能说等他执行完了 所以说他这两种啊情况都会啊 调用完成是这种回到review 啊然后将这个状态流软成为这个complete 只是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然后最后一个状态就是啊complete 然后鞋程执行完成的时候 就包括我们的正常的返回和异常的结束了啊 这时候呢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中 啊然后我们在注册在注册毁掉的时候也是要考虑我们当前这个状态的啊 因为他要根据当前的状态的值采取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啊 嗯而且这个毁掉的注册呢也是他的操作也必须是个原子性的 要不然就会导致一个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啊 就举个例子 就说我们在a处然后调用这个invokeuncancel想注册一个取消时候的一回调 然后注册的时候呢我们先啊读取一下我们当那个鞋程当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发现是这个incomplete的一个状态啊 于是我们就开始给他注册了 但是在注册前呢在b处又调用了cancel 然后将我们当前的鞋程就取消了 然后但是这个操作呢我a处是不知道这个鞋程已经取消了 于是就发生了这个状态不一致这个问题 就是为了保持操作这个原子性我们就刚才说过是可以选择加锁的 但锁的开销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子类来执行这种原子 处理这个原子的操作 这样它的性能上就会有一个啊较大的提升 然后通过调用这个update and get这个函数啊 在labda表达式中呢 获取当前状态并且返回我们的目标状态 如果在获取当前状态之后啊 设置最新的状态之前又发生了变化 那传入的lambda表达式就会被重复的调用啊 然后用来存放这些已经注册了的 这毁掉的这数据结构呢啊 也需要支持并发啊 才能够支持这种安全性的并化啊 并发安全才能保证鞋程状态一个正确的流转啊 那例如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不可变的啊 地规列表来进行一个存放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数据结构啊 这个我们定义好这个数据结构呢 加到协生的这个状态类中 然后在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上一个状态的回调 就可以传递给我们的新的状态啊 保证已经注册的回调是不会丢失的 同时由于我们的列表是不可变的啊 因此也不会存在并发安全的一个问题 啊我们还可以为这个为了这个job方便的使用吧 我们还可以为这个job啊 定义一个抽象的一个子类 然后这个子类呢 同时就会实现 可以同时实现这个啊 continuation的接口 然后为了监听协生完成的事件 而作为这个completion 这个参数在启动时就被传入了 然后在勾动的时候呢 这个状态就会被设置为这个incomplete incomplete 同时job的实力资深也会被添加到这个 协生的上下文中方便 协生体内啊 以及其他的逻辑来进行获取 然后刚才我们就是简单的举个例子啊 然后就讲了一下我们啊 如何去利用我们的简单的一个鞋成 就是标准库里面提供的一些方法 来进行一个封装 实现我们一个符合的鞋成啊 这些鞋成这些设计的一个思路呢 也是其实也是啊 我们在这个官方鞋成依赖中 他设计这个思路 当然官方这个 他里面这个鞋成框架 可能会比我们实现更为复杂一些 处理的更为详细一些了 然后这边只是做一个 简单例子的一个讲解吧 然后除了刚才我们啊 定义这个鞋成的一个描述来啊 我们后续可能还要实现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个封装鞋成的创建和启动 比如说类似于这种launch啊 然后实现这个emoke accumulation这样的一些方法 然后还有实现鞋成的调度 并处理这种并发的一个场景 还要处理鞋成的取消的一个逻辑 然后鞋成的异常处理 我们是要进行去取消的 包括它的作用域啊等等的内容 都是要进行一个详细的西化的 这里就给了gethub这个网址 它是一个相当于啊 简单鞋成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实例吧 当然它里面的实现 可能是棉花用在生产上的 作为一个学习并且理解这个官方的 它这个依赖库的实现的一个思路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这样的内容 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结束了 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些提问啊 呃这个我看到一个呃一个朋友咱们提问说 鞋成框架是啥 Javaweb嘛它不是的 鞋成框架啊 其实我们之前讲到这个鞋成啊 如果我们简单理解它类似于一种轻量级的县程 我们是相当于在呃高效在一个县程里面去呃 将不同的函数协同的调用执行 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县程的一种呃 这种方式吧 然后它的框架呢就是呃 可以理解是我们为了方便利用鞋成这种方式 我们封装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 来更有效的去利用呃 利用它 然后使我们可以在呃 使用同步顺序执行这种程序的这种写法呢 然后完成我们的一步的调用来毕业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啊 call back or hell啊 呃或者实际上那个回避这种呃 呃 x java这种高学习成本非常高的种方法 呃 我再看一下其他的问题 这个复鞋成的上下文和传入的上下文有关系吗 这个复鞋成的上下文它是呃 我们可以理解它呃 呃 他这个鞋成的实验方式的时候 呃 你的子鞋成其实是可以拿到负鞋成里面的上下文的 所以说然后你这个传入的上下文 呃 如果这样的说的话 他可能是你这种上下文都是可以去直接取到的 因为他可以拿到负鞋成的上下文 然后看其他的问题 然后调用外部挂起函数可能会造成什么的啊 哪些危害的操作是吧 呃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啊 我们在鞋成里面对吧 像那个delay 不是我们里面定义的这种方法 但delay它又是一个可能会造成很长时间这种啊 呃 挂起啊或者阻塞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种长时间耗时的 我们不希望操作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些限制了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操作 呃 行我们就跟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啊回答到这里吧 然后这边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的这个幸运的这个朋友呢 一个是这个呃 不念不念经的悟空 一个是他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肥宅早期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GTF35 对这三位三位三位朋友恭喜你们 你们可以跟这个我们B站的这个祖国联系一下 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他 然后他会给你寄一种啊礼品的 那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那谢谢大家啊 交给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